一名男子曾经在台北捷运上六鸟 再次犯案的时候踢到铁板 被一名辣妹拍下他六鸟的照片 然后贴在部落格上面 警方就根据照片逮人 这名六鸟男子后来被法院判处四个月徒刑 台北捷运出现怪叔叔对女乘客攻篮漏鸟 结果当场被一位年轻小女生拍了下来 还放到部落格上面 这名漏鸟男子后来被法院判处四个月 有期徒刑 如果说在一开始他做那些比较小的犯罪行动的时候 就有办法可以测试他的话 我觉得这样会 所以一些我们台湾父亲同胞的安全性会比较好一点 勇于举发四郎的女子 在捷运上发现他面前的省性男子 拉链没拉还露出性器官 他用手机拍下漏鸟照片 下车后立刻报警处理 回家还把照片及事发经过 全部记录在部落格上面 小女生的勇气实在令人佩服 你自己会不会也吓到说 会不会有可能这个男的看到 或他朋友看到然后有包袱的行动 其实审讯男子漏鸟行为不止一次 崔小姐希望女性同胞如果不幸被骚扰 能够勇于出面检举 我们也不解释 我们可以来看 我们可以来看 我们可以带来看